嗨 大家好 我是泰雅 还是上一次主线剧情的更新 是什么时候呢 没错 就是19年9月初的前方日记 终于在一年后 我们即将迎来魔术时日记 就在12月份更新 剧情终于要站起来了嘛 说起主线剧情 没想到要从连动上发现线索 虽然有很多人都知道 勇兵即将和博芝联动 虽然博芝和勇兵一样都是大帅哥 但是两者的精力和性格截然不同 所有绿色都貌 似乎没有什么相似点 很多人和伊太一样 对于他俩的联动一同误传 但是经过火眼睛睛的玩家讨论 我终于发现了 这一张联动猜想图里的桌子 十分艳熟 这也不就是前方日记的餐桌嘛 红色的餐部一模一样的椅子 黑白隔地砖 爆料途中的箱子呢 是石森白叶的 为了保护博芝 被花村灰灰勿杀 这也是不是暗示着 新的主线剧情呀 通过前方日记 我们可以知道 未典被拥兵准备的红酒毒死了 随时庄园中 还剩下冒险家 魔术师和拥兵三个人 而爆料途中的冠狱 正好也是三副 难道这就是前方死去之后 三个人聚餐的场景吗 那带写的锁链 是不是预示着 魔术师日记中 拥兵终会有危险 再联想之前爆料途中 都是角色的处刑场景 在病床上被处刑的罪目 被俄罗斯分块处刑的漆海 但是博芝处刑场景 与餐桌无关 但这张图代表的含义 就为你们细思疾控了 希望和博芝连动的佣兵 能够是你教主的运气吧 那宝文觉得 晒着脸动的人会是谁呢 乖乖评论 告诉大家吧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